五十年前六万中国人去了苏联,现在穷困潦倒想回来,我国直接拒绝。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越是外国园,范是邻家乡,比喻那些崇洋媚外的人,这个放在民族国家层面,更是如此,很多人觉得邻国好,就拼命地往邻国去,梦想着过好日子, 但是一旦动乱,才想起祖国,而此时想回来已经是不可能,五十年前,六万中国人携家带口去了苏联,而苏联解体后,陷入穷困潦倒,现在时刻想回来,而我国直接拒绝。 在二战后,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,当时苏联无论国力还是经济都比我国好,生活条件非常优越,因此,当时一些边境居民那是十分羡慕的, 就像现在墨西哥人想去美国发财一样,而在一九六零年代,中苏交物,苏联封锁我国,断绝援助,而我国的生活立刻陷入了短暂的困境,很多地方吃不饱饭,为此,一些边境地区就蠢蠢欲动了。 在一九六二年,在苏联的山洞下,在我国西部边陷几个县,六万多中国人携家带口跑到了苏联,去过好日子,当时几个县几乎跑空了,经济损失严重,而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,对这六万多人进行了安置,给予补助。 在当时的哈萨克斯坦,塔吉克斯坦,和吉尔吉斯斯坦地区,为他们建立了稳定的生活,这六万中国人于是成为苏联人,但是,好景不长,七十年代后苏联经济越来越困难,而且重工业发达,轻工业非常虚弱,使得整个百姓生活非常困难,而这也就罢了, 到1991年,整个苏联更是直接垮了,而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,成为最穷最穷的国家,人均地匹不足几百美元,穷得喝西北风,而且在当地这些人属于外族,是受到启示和孤立的,跟本国居民相比还要更差,所以生活更加穷困。 而此时,经常到中国探心的一些人才知道,中国历经改革开放,使得国民生活质量大幅提升,富裕程度比他们要好很多,于是在苏联解体后,这些原来出走的中国人,又想要回来,跟随祖国过好日子了, 甚至有三万人直接到了边关,要求入境,而对于这些人,我国的回复只有三个字,不允许,泼出去的水哪有收回的。 既然到邻国过好日子,放弃我国的国籍,那就永远不要回来了,一个对于国家,民族的爱,最起码的认同都没有,想当年蒙古土耳霍特部落不远牵连回归祖国,与这个相比,这六万人的中国人就是墙头草,现在让他们回来,以后还是会跑的。 探究历史真相,发现背后故事,对待历史,必须较真,更多精彩,请关注,还原历史真相。